嗨 房間有點古怪的地方是 沒有名城 然後竟然有洗衣機 這樣可以嗎 蛤 妳是睡在哪裡 妳睡這啊 這太奇怪了吧 沒有啦 這就是先用給她睡 她不改一個人睡 所以就先擺著 想要先問老師說 床大概要怎麼看 未來要規劃成她的房間 現在還是跟哥哥睡就對了 是要放在哪一間就對了 她的床呢 就照理說是要放這一個頭 因為這個的話 就是會有婚後對床戶的關係 床對後面有床 她這邊的話 對的話 床放這邊的話 她這個床尾就有個鏡子 所以她這個空間 這個鏡子一定要把它轟起來 對 因為不管床放這邊的話 鏡子也會照床 放這個地方的話 也會照到床 這個鏡子是可以移動的吧 不行 但是本來就這樣 對 怎麼會照啊 好像一個本意 原本是易夢間 就這樣 喔 OK 那就想說她大了 要弄一弄給她睡 對對對 就長大了嘛 就是哥哥跟妹妹 還是要分開睡覺了 對 其實這個空間呢 就是把床和這個位置 就OK 但是這個鏡子一定要把它封起來 封起來 那那個洗衣機放哪裡 那要放後陽台 他們家陽台其實很大 對 可以搬到貨陽台 對 可以搬到貨陽台 不要跟洗衣機 對 哥哥 你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加剛才好嗎 你覺得湯龍是OK嗎 對 對 哈姆克魯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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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姆克魯蘇 非常蘇 然後 魷魚蘇 喔 看到對面好像還有一個房間是不是 對面還有一個房間 對面還有一個房間 我小姑的房間 小姑 對 那感情一定很好 很可愛喔 很強喔 很強喔 好強效果喔 其實要進去她這個房間之前了 就是人際關係很重要嘛 因為她人際關係 對 很可怕 所以她人際關係呢 就是被這個蝴蝶門受到影響 蛤蝴蝶門 我們之前常常講啦 兩片門合在一起呢 像蝴蝶的翅膀 對 蝴蝶門 蝴蝶門會怎麼樣呢 就是分飛的意思喔 所以感情呢 還沒進去 不管感情人際關係呢 先讓這個房間 自然住久了 它就會分飛 會分散 所以居然要同一個方向是不是 就是門這一個要開那一邊 對 就是要對稱的方式 所以小姑現在是有男朋友嗎 沒有耶 一輩子都交不到男朋友 現在 小姑講出來好嗎 好想回來給妳吃 小姑跟誰都交到 好想回來 我現在要一直住在家 現在來 我們家要不要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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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妳講 我們幫她看 她馬上跳出去了 對 我們邊門處理一下 然後再來進來看一下 看哪裡有問題 好 小姑齁 小姑 應該不好睡了喔 好 因為背門啊 這樣腳像窗戶外面 對啊 有一點 是出外露 對啊 然後又有電視 對 就不小心被人家看光光了 所以蝴蝶們呢 一進來就是感情的第一道防線沒有了 那第二道防線呢 就是呢 它的床的擺相也不對 因為它的床尾呢 它是對著窗戶外面的 對 那不會結婚呢 它賞出的樣子 非常辛苦 就是運勢啦 送走的意思啦 感情運不去啦 它確實喔 這樣擺也不對喔 因為它這床是前陽台 對 前陽台呢 這也是我們一般習俗的大忌 就是送出去的意思啦 喔 老人家都不喜歡 好可憐啊 對 真的不太好 然後還有呢 第三個呢 它的感情呢 無時及一代都在不斷的輪迴 為什麼 因為輪迴當中呢 就是一個回風扎 它這裡有回風扎 有 就從那個錢而來 一直到這個窗戶 草王姐你旁邊是什麼 拿掉 好可怕喔 這是什麼啦 天啊 那我 這裡床的 床到門 我床了一下 你不是你看 你旁邊的窗戶嗎 我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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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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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樣喔 我小時候 我都不會跟別人幫我床什麼 真的喔 好啊 好啦 那我下次小心一點 哈 後面有東西 就是一個窗戶 對 這個窗戶不行 這個窗戶這樣子是直接 我們幹嘛那麼小聲啊 這個窗戶直接是通到他們家的那個 前陽台 前陽台 客廳的陽台 對 其實是不能走出去的啊 是不行 因為它窗戶開了算蠻低的 而且蠻大片的 所以無形當中這個氣場呢 也會形成一個回風的氣場 所以這個窗戶呢 如果在窗戶的時候 我會建議 強力的建議把它封起來 直接封起來 對 它就是單獨的一個空間 沒錯 那如果說不能封的話 你就把一個衣櫃把它擋起來 把這個氣呢 把它穩定起來 那床的位置也要改向 其實它這邊呢 有一個樑嘛 它也把它包起來了 這個造型 其實它把床頭呢 回到它原本該去的地方就好了 轉過來這個方向 對 其實它這個就是該散的不散 該聚的不聚 所以呢 像如果說有些人的窗戶 或是說它的這個床呢 沒有辦法改向的時候 這樣一定要對到窗戶的話 我們該如何化解呢 有些人的床的後面是窗戶 有些人是窗戶 也是窗戶 那這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教大家一個小秘法 就是呢 你可以準備一個石頭 隨便一個石頭 然後亂來石頭就可以 對 沖縮 朵朵 在這邊啊 然後白寶袋 那你剛剛要口袋 是豬豬的那個 哈哈哈哈 我有意思嗎 我剛剛應該覺得有點怪怪的 不好意思問 你也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覺得 他老師拍誰口欸 而且我剛剛看到那些玩具之後 對 我就覺得老師就開開啊 原來你口袋裡做的是這個 對 那是什麼呢 這就是較大的小秘法 這叫做馬尼石 馬尼石呢 就是在上門佛教裡面呢 佛教裡面 它會把這個經文呢 刻在石頭上面 像是祈福 少達天廳的作用 那你可以 那像是 對這個是中文字啊 漢字 那一般可以寫成西藏文的一個 它的那個 我們當中文字 那其實呢 你只要準備一個石頭 然後一般我們都會用那種 例如說朱砂筆啊 你能一直說我買 我在外面剪這道 找一個石頭 圓的 都可以 好自己DIY就好了 然後呢你就上面呢 寫上六四大名咒 或是任何的經文 對 自己寫都可以 好當然如果有高層大的幫 跟鞋蛋更好 更好 加持力會寫 對 會寫心筋 我OK 我沒問題 所以為什麼要用石頭呢 因為有文如泰山的象徵 好 然後呢像這樣的一個 濾石的話 石頭 你把它放在你的床頭 如果建窗的位置把它安著 對 或是床尾建窗的位置 例如說電視這邊 把它放著 就把它 就好鎮壓住 對把這個磁場呢鎮壓住 嗯 就稍微區緩這個 無形的一個煞氣 OK 真是太棒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床位 該注意什麼煞氣 如果床無法移動 可以在產生煞氣的地方 擺一顆馬泥石來震煞 而看完了小哭房 接下來要去兒子房 關心兩個小鬼頭的運勢啦 好 今天是你們的房間 對 你們的房間 好溫馨喔 新娘 好狂野喔 哇 上下鋪欸 好有讚喔 小朋友在十萬歲上下鋪喔 對啊 哇 所以你跟妹妹可以這樣子聊天 對啊 感覺很好 小孩的童年的唯一 就是兄弟姐妹睡在一起的時候 那時候感到最好 其實也最會吵 但是是 長大會回想起來感到最好 因為吵就不好 如果說風水沒有調好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很怕 好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床睡的位置 完全是交錯的 好 那我們先看哥哥的睡床 哥哥的睡床呢 跟那個 哇 好暴吻喔 哥哥的頭是背門 所以哥哥的腳是對著妹妹 蛤 所以其實 你應該是常常被哥哥欺負喔 有沒有 有 而且我哥哥然後有在遊戲視察 其實不然可不可以有些戀意 是不是床位不對 對 因為這個床位 就跟哥哥一樣嘛 小夫妻子 大概不至於 只是說他這個的話呢 因為小孩子沒有什麼感情上的問題 是 但是呢會有人際關係的壓力 還有同才的壓力 所以呢如果床尾像床的話呢 代表說長大也好 或者說將來做事也好 他會往外跑的 他的心不會安定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的人際關係呢 也會受到一些衝擊 因為他的氣場不穩定 對 那妹妹呢 又睡到這個地方 當然這不是每個家庭都這樣擺的 對 但是呢 因為這樣睡的話呢 確實是把妹妹要去承擔這些的 我們講無形的食場 哥哥的你這麼瘦 對啊 哥哥又是喜歡比小龍 這個妹妹移位 我覺得還是要足以的空間 那他們的頭要怎麼擺這樣 床的話呢 寧可呢 因為這邊有一個梁嘛 對 所以我們要換個床頭櫃 然後呢 頭要睡這個位置 才不會梁壓床 對 但是像白的畫面說 他的梁呢也要床 對 然後重點是妹妹這個 這柱子啊 形成了一個壁刀 壁刀也是一直削妹妹的那個頭 代表說什麼 因為梁呢 跟柱子有這種壓力 那這種壓力的話呢 住久的話 其實腦袋會很空的 所以呢 他就是一個空靈女少女 然後 常常都自己在放空 我跟你講 沒有目標 我們家真的很動 所以我是動靈美少女 蛤 這是一個冷凍的動靈 好冷喔 好冷喔 好 我們再看一下旁邊的一個廚房 廚房喔 好 好 就是這個地方啦 是 你看 有那個通出去 剛剛講說是門頭 是門頭 但還好一進來沒有看到照 欸 這個現在收起來的椅子 是因為散熱 散熱 散遠房 對 我都沒看到是不是 好 好 老師 除了這個水龍頭 有一點水往外流 對 因為剛好一面後陽台 喔 所以你會有點水往外流 哇 其他有什麼問題嗎 應該還有嗎 好 知道問題呢 就是兩個地方 重點就是 涼壓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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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壓罩的話呢 存足住錢嘛 錢就會跑走嘛 所以涼壓罩呢 也代表是一種清添壓力 也代表民主人健康會受到影響 嗯 因為罩就是跟女生的婦科 子宮 鬱鬱生命的地方是有關係的 所以涼壓罩的話呢 會讓這個 你的健康啊 還有你的經濟上的壓力呢 都會比較龐大一點 那他這兩個重點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在你的冰箱 也是我們廚房間的庫中庫 那庫中庫來講的話呢 他也被一個涼壓到了 對耶 我們有一個涼 對啊 那冰箱也是財庫嘛 那壓到涼的話呢 代表就是說 你的經濟壓力也會變得不大 然後在你健康呢 就以腸胃 吃進去的健康很少影響 怪不得你都被這些涼壓到 都喘不夠氣來了 真的太傷了 可是這樣 其實老實講 老師我覺得他已經 像這個罩上面的涼 他已經用天花板 稍微這樣遮起來 還不夠嗎 其實那個型還是外露的 你要遮的話 要全部把它包覆起來 那冰箱上面這個涼 要怎麼處理 如果在什麼樣子處理的話 或是說沒有辦法移位置的話 我們呢 上面可以放葫蘆 或是龍龜 因為龍龜呢 本身就是鎮宅 然後呢 還有手材褲 然後求健康的一個吉祥物 放在這個冰箱上面 就可以化解 老師說他外面的空間蠻大的 對啊 其實我覺得可以了 冰箱嗎 因為他放在外面的話 其實不反而是餐廳的隔壁 對 然後如果他們 不平衡檔一下 其實也會開門見冰箱 所以把冰箱放在外面的話 變成整個空間 這個就可以往那邊退 那你進來的空間 就會比較大 我跟妳講 既然都這樣子 加上臉 真的不要嫌麻煩 妳跟妳老師 只有交代妳 就是一定要懂 對 這樣子妳過了 年輕才會開過 然後這些有沒有涼 什麼什麼的 就不會把妳壓到 妳真的 一點都不快樂 其實現在起了老師 就是要我就要動了 對 我跟他放在外面就可以了 要我就是 就先把他動起來 幫他翻冰箱 弄起來 對啦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 他也是抱持了很樂觀的事 聽到小孩那麼小心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媽媽就會自動很堅強的 為了小孩繼續挺下去 對 然後妳們也要 來孝順 要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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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關係 不要被她緊張 對 我跟我們說她睡覺 就在瘋瘋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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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瘋瘋瘋瘋 沒有誰可以講講 哈哈哈哈 好啊 祝妳們全家 幸福 平安快樂 好耶 幸運或事業都很多 對 好啊 希望有幫到妳們了 對 謝謝媽媽 謝謝 謝謝 謝謝